生日当天 我和父母断绝关系后 他们才发现连我的房间在哪都不知道 当他们在屋内找了一圈没找到后 才在家中保姆的带领下 来到了我住了八年的杂物间 先生 夫人 三位少爷 这里就是安宁小姐的房间了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保姆推开房门 小小的房间在几人面前一览无遗 众人惊讶地看着这小到可怜的房间 甚至房门上还贴着杂物间三个字 安宁他 他怎么会住在这里 宠宠眉如雪不可置信地道 储夫储中远死死皱着眉头 不悦地问向保姆 怎么回事 安宁怎么会住在杂物间 保姆心里叹了口气 他如实道 先生安宁小姐在八岁那年就搬入这杂物间了 他在这杂物间已经住了八年了 说实话 这个小小的杂物间 比他的保姆间都还要小 里面的东西更是少得可怜 梅如雪和储中远惊恶地对视了一眼 他们想起来了 八岁那年 他们领养了小叶 小叶看上了安宁的那个大房间 那时候本来想着要给他布置另外一个大房间的 结果忘记了 这一望竟然就足足忘了八年 梅如雪和储中远惊散了一抹愧疚 安宁是他们两人的亲生女儿 却在储家这么小的杂物间住了八年 终究是他们愧对了安宁 几人陆续进入房间里 房间里的一切跟他的想象的完全不同 房间很小 除了一张小床外 就只有一个简易衣柜 还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凳子 床上的被子也很薄 真不敢想象冬天的时候我是怎么过的 五个人站在房间里说不出的拥挤 三兄弟看到这一幕也着实是惊讶到 他们和小叶的房间里可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仅采光好 各方面的布置都是经过大设计师设计过的 每一个人的房间不是舒适中透的奢华的 毕竟堂堂储家也不差这点钱 同为储家的孩子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我竟然住在这样狭小逼子的杂物间内 房间虽小但却很整齐 薄薄的被子整齐的放在床上 衣柜门打开着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桌子上有了小台灯 看得出来 这是我平时写作业看书的地方 桌子上有一张银行卡 梅如雪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我小的时候 她送给我的身份礼物 这张银行卡还竟然被我带 银行卡都不要了 楚安宁这是打算饿死在外面吗 楚景之美好气得到 虽然说也可以用手机绑定银行卡 但这张银行卡是妈妈名下的 他们每人都有一张 我把银行卡放在家里 就不怕妈妈把这张银行卡销户了 梅如雪颤抖着手拿起银行卡 她连忙打开手机 查看这张银行卡的资金往来 楚家众人显然也知道了梅如雪的意图 他们连忙凑过头来看 打开手机 梅如雪打开了那个八年没有打开过的账户 手机屏幕里接下来出现的荧幕 让众人彻底愣了神 这个账户上除了刚刚梅如雪转的二十万 竟然空空如也 八年来没有一条资金往来 这张卡最后的消费记录是在六年前 而入账记录则是在八年前 也就是说 我早在六年前 我十岁的时候就没有再拿这张卡销费过 楚忠远的声音有些艰难 你们最后一次给安宁现金是什么时候 房间里一片寂静 沉默了许久后 梅如雪回道 是在八年前 楚家三兄弟也被惊讶得不轻 他们齐声道 楚忠远不可置信的南南道 我也是 八年来我没有给过他一份钱 那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楚居远不可置信的南南问道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保姆终于忍不住了 他在楚家当保姆已经二十几年了 从大小姐还没出生开始 他就在楚家了 他联系得到 先生 夫人 自从你咬了小小姐后 安宁小姐就经常待在这个杂物间里 经常有女生气 吃不饱饭 饿肚肚子 前两年还好 安宁小姐会自己买些面包之类的冲击 后来安宁小姐的钱花光了 在饿了一段时间后 有一天我去买菜 我发现她在外面的餐厅里洗碗 洗碗 她十岁的时候 梅如雪不可置信的大声道 保姆点了点头 那个时候安宁小姐还小 赚不了多少钱 才十岁呀 我竟然就去外面洗碗 而且这一洗就是长达八年的兼职 他们十岁的时候还躺在妈妈怀里撒娇呢 他们从小就不缺各种各样美味的吃食 还有永远也花不完的钱 而身为他们亲辈妹的楚安宁 竟然沦落到需要靠着自己稚嫩的双手 自己去兼职赚钱买面包的地步 楚中远怒道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 保姆被她的怒火吓了一跳 她连忙道 我发现她的时候 安宁小姐也看到了我 她要求我不要告诉你们 楚中远呆呆地站立在原地 她口中喃喃道 我想起来了 几年前有个做酒店的老板跟我说过 在他们后厨洗碗的一个小女孩像安宁 当时我没在意 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去给别人洗碗赚钱 我 我真是 直到这一刻 楚中远终于承认了 我在楚家过得不好的事实 她好后悔 要是她当时跟朋友去看看 就不会让我受这么多年的苦了 梅如雪边哭边道 都是我们 是我们对她太严厉了 对她的关心太少太少了 才会让她不敢告诉我们 楚军年叹了口气 她以前无意中看到了我那双粗糙的手 当时她心里虽然有疑惑 但她已经习惯了对我横眉冷对 她也又问我 听爸妈说 我今天真的被欺负了 还受了伤 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了 小小的杂物间里 气氛一片压抑 楚寒舟若有所思却没有开口说什么 楚景之心里虽然有些许触动 但她还是看不上我 说不定这是我的胡楼技能 门口拐角处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楚夜兰浑身僵硬 拳头死死地握紧 本以为把我赶出去了 这个家就会真正属于她了 我好不容易走了 没想到 我走了 反而让他们关心起来了 楚夜兰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愤怒和嫉妒 她假装刚刚睡醒 照顾转角 出现在众人面前 爸爸 妈妈 你们回来了 她的声音虚弱无力 身子靠在门边 仿佛随时都要倒了斑 小叶 楚中远惊呼一声 连忙上前扶住楚夜兰 她柔声道 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楚夜兰捂着心脏 她虚弱地点了点头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楚夜兰面色红润 哪里有半分身体虚弱的样子 可她这拙劣的演技 偏偏就能将楚家人骗住 她在虚弱之余 还不忘问道 安宁姐姐怎么样了 她没事吧 梅柔雪听到楚夜兰的声音 停止了哭泣 她来到楚夜兰面前 犹豫了一会 还是问道 小叶 你实话跟妈妈讲 你为什么总是带人打安宁 这话一出 三兄弟都惊讶了 他们只知道 楚安宁确实被人打伤了 对方还是一群人 可怎么会 怎么会是小叶带的头 楚夜兰捶下来的手 默然一紧 她很快调整了情绪 她无辜又委屈地道 妈妈 你怎么这么说 安宁姐姐再怎么样 也是我的姐姐 我怎么会带人打她呀 说着 她的双眼迅速蓄满了泪水 随时都是掉下来 就仿佛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然而这一次 梅柔雪和楚中原 却不像以前一样 第一时间安慰她 他们手上的动作一顿 可是 我们看了监控 确实是你带头打的安宁 眉如雪眉头微皱 道 楚夜兰的双手默的握紧 监控 竟然有监控 她一般都是在没有监控的厕所 和小巷子里打我的 怎么会有监控 她仔细回想 以前霸凌我时的地点 好像有几次 是在走廊上 大意了 还不等楚夜兰说什么 楚景之就连忙道 爸爸 妈妈 现在的视频也可以做假的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看到的监控视频 是不是真的 相比于楚景之 楚寒舟要稍微冷静一点 话没说完 但在场的人都知道她的意思 她是坚决不相信 小叶会带人霸凌我的 小叶那么温顺乖巧 怎么可能会主动去欺负别人 反而是我 我在外面结识了一群的小混混 天天打架斗殴 我才更像是那个 霸凌别人的人才对 楚中远直接击破了他们的猜想 我们是在警察局看的 杨局长亲自给我们看的 杨局长 听到这个名字 楚军年眉头立即皱了起来 楚军年接手公司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 这个杨局长自然也是了解的 这位杨局长 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局局长 既然是他亲自拿给爸妈看的 那小叶难道 楚军年在三兄弟中是最为冷静的 他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楚叶兰 刚刚楚叶兰的异常 虽然不明显 但还是没有逃过楚军年的眼睛 楚叶兰眼里闪过一丝慌望 但他不愧是专业演戏一辈子的 他很快就冷住了情绪 他眼里的泪水 沿着脸颊滑落下来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家 声音哽咽 爸爸妈妈 大哥 你看着他这副模样 楚军年和梅如雪的心头瞬间一软 梅如雪连忙给他擦掉眼泪 小叶 我们不是不信你 我们知道 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就是想问问你 到底是为什么 楚军年的眼神也肉眼可见得软了下来 只有楚军年 他看着哭得泪眼婆娑的楚叶兰 眉头微皱 还有三天 小叶就十六岁了 这已经是大姑娘了 安宁十岁就开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这么多年 虽然他总是被骂被爸爸揍 但从来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 小叶这动不动的就落泪 楚军年第一次 看见楚叶兰的眼泪没有立即上去安慰的冲动 甚至 还有那么一丝厌烦 楚景之美好气得到 还能是因为什么 楚安宁天天在学校里打架斗殴 肯定是他在学校里也总是欺负小叶 小叶逼不得已才反击的呗 听到这话 众人瞬间紧张了起来 梅如雪上上下下的将楚叶兰看了个遍 小叶 他欺负你了 你有没有事 你受伤没有 楚家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唯有楚军年 眼里带有疑惑 杨局长给他们看的监控毕竟只有一部分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谁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 楚叶兰 低垂下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得意 呵呵 人里也都不需要他自己找了 他紧紧咬着唇 一言不发 他什么都没说 但又仿佛什么都说了 众人一看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在学校里竟然也敢欺负小叶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板了 我欺负了小叶后 竟然还反咬一口 趁着小叶住院报警 想让小叶坐牢 幸好小叶还没满16岁 不然 可就中了我的诡计了 亏他们还心疼我 楚中远和梅如雪瞬间懊悔不已 也幸好小叶懂得反击 不然 还不知道要被我欺负成什么样呢 保姆被这一幕震惊的指责蛇 据他所知 安宁小姐身上可是受了不少伤的 而小小姐呢 她从小到大 身上就算是被划红了一点 都会找夫人安慰求同情的 要是她真的被安宁小姐欺负了 怎么可能忍着 要是她真的被欺负了 她早就大闹特闹 闹得人尽皆知了 也就只有这一家人 才会这么是非不分 轻易被她蒙骗 第二日 我早早的起来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前世 从来不买彩票的 我在今天路过彩票站 被上面的中奖信息吸引 虽然那人中奖的金额不算太多 但对于总是吃不饱的我来说 我实在是太渴望了 心里羡慕的我也记住了 那个中奖的号码 简单洗漱一番后 我在路边买了个馒头 只奔彩票站 然后我才能试展接下来的计划 彩票站距离学校有点远 我已经没有钱坐车了 就当是晨练了 跑了大半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彩票站 我喘得差点要绝过去 16岁 本应该正是活力四射的年纪 但我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 身体瘦的皮包骨 长时间的快跑 让我有些吃不消 我气喘吁吁的来到柜台前 将自己仅存的两块钱交给老板 仔细回想了下 我将记忆中的几个数字报给老板 老板收了钱 熟练的将我报的那几个数字输入电脑 随后将生成的单子递给我 接过单子后 就安静的进入了漫长的等待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我应该是没有记错的 对于我来说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 有没有记错我也不能确定 我双眼紧紧盯着屏幕 给我保持同样动作的 还有不少彩铭 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奖了 彩票站里的气氛 线路的紧张 彩铭愣捏紧了手里的彩票单子 一遍又一遍的默念着手里的号码 终于 开奖的时间到了 我正紧张地盯着屏幕 突然 我的手机响了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楚军年 估计又是楚夜兰在家里跟他们说了什么 这么早打电话来骂我了 我不想跟他废话 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楚军年不可置信地看着手里的手机 我竟然敢挂他的电话 以前 就算是他打电话骂我 我也只敢乖乖听着 没有挂电话 我从来都不敢主动挂电话的 我现在竟然敢直接挂他的电话了 楚军年心头下意识身同起一丝怒火 他看了看紧闭的宿舍门 眉头深深皱起 昨天太晚了 今天他一大早就来学校找我 还特意打听了我的宿舍位置 他迫切地想见到我 问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大星期天的 这么早就不在宿舍里 楚军年又一脸打好几个电话 我毫无例外地直接挂断 最后 我烦了 直接将楚军年的电话拉黑了 世界安静了 我的视线继续紧紧盯着屏幕 一个又一个的数字 缓慢出现在大屏幕中 不知不觉间 我的手心里都是汗 我的视线不停地在屏幕 和手中的号码中来回移动 对上了 第一个号码对上了 第二个号码也对上了 第三个号码也对上了 终于 所有的号码都出来了 我狠狠松了口气 我没有记错 我一个号码也没有记错 彩票站里一片叹气重骂声 我的心情却很好 我的脸上不由地扬起一丝笑容 虽然钱不多 但足够了 我能记住的 也就这一组号码 那些大奖的号码我也没关注 我开心地拿着自己的号码 重新回到柜台前 老板 我中奖了 马上帮我对奖 我的话在彩票站里就像一条惊雷 所有人纷纷看了过来 中奖了 我真的中奖了 他们买了那么久的彩票 都没有中过什么奖 我可是个生面孔 我一买就中奖了 大家不由开始猜测 我中了多少钱 老板也很惊讶 他连忙接过我的号码 一一核对 真的中了 而且金额还不小 人群里有羡慕有嫉妒 更多的是眼红 这一轮彩票 只有我中奖了 那个吊尔郎 当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忍不住走了过来 他上上下下地打仰我 小姑娘 以前没见过你 是第一次买彩票 我没有过多搭理他 只淡淡点了点头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 男人嘴角不由地扬起一丝笑容 他靠近了我几分 第一次买彩票 就能中这么大的奖 有什么绝招 告诉大哥听听 他这话里明显透着威胁和轻飘 彩票站老板点钱的手一顿 他转而问向我 一万块钱刚好可以在我这边换 你有银行卡吗 我打到你的卡里 我没有离婚的男人 摇了摇头 对老板道 就给我现金吧 一旁的男人见到那一大明晃晃的钱 眼睛都亮了 他也不多说什么 静静等着我走出彩票店 在我走后不久 他就跟了上去 我拿了钱后 就直奔银行 我满十六岁了 可以自己独立办理银行卡了 再走到一处无人的巷子里时 在彩票店里那个混混突然错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棍子 一脸邪笑的慢慢朝着我靠近 小孩 真巧啊 在这碰上了你 你想干什么 我皱眉 只要你乖乖把钱交出来 我就不打你 怎么样 我警惕地看着他 瞬间明白了 他这是想抢劫了 你有手有脚 干什么不好 要做这种犯法的事 哈哈哈哈 混混突然大笑起来 抢劫来钱多快 谁傻乎乎地去干那些苦力活 你就不怕坐牢吗 我一边和他周旋 一边观察周围 寻找趁手的武器 我不知道这混混实力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拳脚功夫 他手里拿着棍子 还是小心灵妙 混混不屑道 坐牢 老子又不是没有坐过牢 怕什么 是吗 我突然斜斜一笑 我的手上猛然多了一根棍子 足间一蹬 我猛地向着混混掠去 混混乱乱没想到这小孩 竟然会主动出手 正愣之际 接接实实挨了我一个嫩棍 混混之痛 也迅速反应过来 抄起手里的棍子就开始反击 这混混 确实也是练过的 比起流星那些人 他懂得更多的格斗技巧 可能也是因为长期混迹接头 从实战中练出来的 而我 虽然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现在我这16岁的身体 太过营养不良了 体力远没有混混得好 两人一时之间 竟然打得不相上下 我暗自着急 我没有那么多体力陪他好 我必须要速战速决 打斗间 我突然贴到了墙边 一根不大的电线 没得选择了 我身上的这一万块钱 是我现在唯一的钱财 我心下意狠 找准机会 左脚踩着电线 右手一扯 电线硬生生被我扯断 我毫不犹豫 直接将电线的断口 往混混身上对 与此同时 我迅速退开 和混混拉开距离 混混手里的木棍 还高高地举起 只会打向我的头 猛然被一股电流 窜遍全身 混混只觉得身体一麻 还来不及骂出口 他的双眼瞬间变得呆滞 身体也随之往下挡 我立即将电线拔开 丢到一边 贪坐在地大口大口的喘气 混混这一下 着实是被电的不轻 要不是那电线电压不高 被电的时间又极短 混混这一下 搞不好要直接嘎掉 我没打算杀他 杀人是犯法的 我可不想自寻死路 喘过了气候 我立即报警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胸口皮肤被擦伤了 还在流着血 索性只是皮外伤 不是什么大事 摸了摸口袋 钱还在 不多久 警察到了 巧的是 这次带头的 还是上次的一警察 警察下车就看到了 靠在墙边的我 他皱了皱眉 怎么又是你 我无力的笑笑 是啊 好巧啊 警察上前扶起我 怎么样 受伤了 是你报的警 我在等警察的时间 已经恢复了些体力 我点了点头 我没事 是我报的警 他要抢劫 其他警察已经迅速 将刚刚恢复过来 想要爬起来逃跑的混合控制住 一看到他的脸 警察们都明白了 这人是惯犯了 才从监狱里出来没多久 还不思悔改 扶着我的警察眼里 不由多利丝同情 这孩子 也真是够倒霉的 昨天生日被霸凌 今天又被抢劫 我和混混都被带回了警察局 我包扎好伤口 做完相关记录后 出了警察局 因为那混混旅交不改 还故意伤人 他这次进去 至少要关十年 具体的还要走完程序再定夺 我则没必要在警察局逗留 做完笔录就出来了 看了看我身上的纱布 带头的警察主动道 你要去哪 我送你去吧 做了警察这么多年 他见到的受害人也不少 一般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要是经历这么多事 受了这么多委屈 早就崩溃了 像我这样冷静 处理不吵的闹 眼中还偏清明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为首的警察 不由为对我多了不少好感 这小姑娘的气性 倒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我点了点头 那就多谢了 我中了一万块的事 有不少人都看到了 我也知道 自己现在的外在形象 确实容易给别人 一种好气质的信息 有一个警察护送 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我要去银行 我道 行 警察率先打开了车门 事业我上车 我也不扭捏 紧跟其后上车 系好安全带 看我实在可怜 不由道 我叫阎国安 我叫名字就行 阎国安 我喃喃念出声 心中震惊 阎国安 这名字在前世 我很熟悉 他为人正直 能力出众 短短几年就从一个普通的警察 做到南城总部的公安局局长 可谓是真正的年轻有为 在豪门圈子里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是前世我也没见过他 没想到 重生后 竟然让我遇上了 我不又对他多了几分敬意 你年长我几岁 我叫你阎大哥吧 自己想要强大起来 势必是要跟政府的人打交道的 与他有个良好的关系 对自己大有弊意 阎国安爽朗的大笑 哈哈哈哈 好 虽然他和这我只接触了短短两天不到 但我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冷静 他不交不造的模样 阎国安非常欣赏 他敢断定 这小姑娘以后定然会有一番不凡的成就 两人一路闲聊 阎国安越聊越觉得 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对他的胃口了 我的许多想法都和阎国安的格外契合 到了银行门口 阎国安热情的给我开门 这里离你的学校不远 我就送你到这了 我还有事 就先回警局了 我抬不下车 向着阎国安连连致谢 阎国安不在意的道 客气什么 举手之劳的是 送别了阎国安后 我进了银行 我在出门前就已经带好了身份证 银行卡办理得很顺利 我将一万块钱全部存了 毕竟拿着银行卡 总比拿着现金好 从银行出来后 我直奔数码成 我没有浪费过多的时间 按照前世的记忆 直接买了一台 自己前世用惯了的电脑 便直奔宿舍 我熟练地打开电脑 在证券公司里注册开户 打开前世所熟悉的网页 找到那只刚刚开盘 在最近会火爆上升的新股 这种股票 涨跌没限制 最适合赚块钱 现在这只股票 还只是个不起眼 平平无奇的存在 但过两天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看了看时间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重生的真是时候 只可惜 我身上现在的钱不够多 就是翻几十倍 也多不到哪去 不过没关系 重生一世 我就像提前拿到了剧本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合上电脑 悠哉悠哉地拿出卷子 开始刷题 楚夜兰的成绩并不算好 在班级里 只能勉强算个中上 她跟楚家人说 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好 成绩才一直提不上去 我的成绩虽然也不太好 但每一次的考试 都要比楚夜兰的高 但每次我们拿着试卷回家 她们都只会夸奖楚夜兰 用各种东西 靠劳她的辛苦 而成绩明年 就比楚夜兰高的我 却从来都无人问津 前世的我一直为此伤心 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 希望她们能多看我一眼 直到她被淹死在海里时 我才明白 不管我的成绩有多好 楚家人都不会多看我一眼的 重活一世 我已经明白 我好好读书 只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讨任何人欢心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 我前世为了学习 为了工作 总是无下限地透支自己的身体 导致年纪轻轻就一身疾病 这一世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我伸了懒腰 身上伤还没好 扯得我嘶哈嘶哈的疼 揉了揉酸痛的身体 我洗漱后 倒头就睡 四日 我站在宿舍走廊上 看着眼前的一切 第一次感觉到 学校是有多么美好的地方 前世我被长期霸凌不敢反抗 走路都是低着头的 恨不得所有人都看不见我 竟从来都没有发现 我的校园是如此的美好 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我抬步走向教室 教室里 同学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听说了吗 楚安宁竟然报警了 我听说了 刘欣他们现在还在派出所拘留着呢 他竟然敢报警 他不怕楚小姐报复他吗 这么多人被关 那些人的家长也不会放过楚安宁吧 而且你们听说没 说话的人突然变得神秘兮兮 他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有那道身影后 才敢继续到 我听说 楚安宁被严寒给救了呢 严寒 众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随后 众人的眼里突然闪烁着兴奋 楚夜兰和严寒 并称为学校里最不好惹的存在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两人一直相安无事 现在终于对上了 嗨 早啊 严寒轻盈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回头 脸上不由多了一丝笑容 早啊 严寒打完招呼后 就静止掠过我 走向自己的教室 严寒和我是同年级的 只是班级不同 嘻嘻嚷嚷的教室 因为我的出现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刚刚在走廊上 严寒跟我打招呼的一幕 不少人都看到了 众人更加坚信 这楚安宁定然是抱上了严寒的大腿了 还不等众人将这个瓜吃完 教室门口 出现了一道身影 楚夜兰看着面前挺直了腰队的身影 眼里是止不住的恨意 都是我 都是我抢了她在楚家的疼爱 今天早上 她明显感觉到大哥对她的态度 没有以前热情了 她忍不住出声嘲讽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贱人啊 我正走向自己的座位 听到楚夜兰的声音 我回头 冷冷地看着楚夜兰 楚夜兰叫我竟然敢直视她 心里的火气当即就蹿了上来 楚安宁 两日不见 你的胆子变大了呀 是不是皮又痒了 看着她这气得跳脚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这种感觉 就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怎么 你个纠战雀巢的东西 前天没有坐成老 现在想去警察局住几天啊 楚夜兰瞬间大怒 你说谁纠战雀巢 听着两人的对话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楚安宁今天莫非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竟然敢这么跟楚家千金说话 那可是楚家的大小姐啊 在这个班里 就属楚家千金最有钱了 就是他们的父母见了楚家千金 都要平笑脸的 她竟然敢这么跟楚夜兰说话 她不怕被楚夜兰抱负吗 要知道 楚夜兰可是牙子必报的 谁要是惹她不高兴了 她分分钟就能让对方一家子全都食蓝 甚至都没办法在南城待下去 呵呵 我玩味地看着她 你一个从公安院里被楚家领养的养女 现在用见不得人的手段 把我这个楚家小姐挤出来 你不是纠缠雀巢是什么 难道是在楚家住了几年 就真以为自己是楚家的千金小姐了 这话一出 瞬间在整个教室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楚夜兰更是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我在说什么 我怎么敢的 我怎么敢在学校里说这些 教室里的同学炸了 我刚刚没有听错吧 她说楚夜兰是楚家抱养来的 她楚安宁才是楚家真正的小姐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楚安宁那个穷酸鬼 怎么可能是楚家真正的千金小姐 公布过的亲生女儿 什么时候又多了楚安宁这位真小姐 对 前阵子我爸还提起过这事呢 据说楚氏集团还有楚夜兰名下的股份 楚家这么疼爱她 她怎么可能是领养的 肯定是这楚安宁骗人的 要是她真是楚家小姐 怎么可能会过得这么寒酸 就是 总不可能有人犯了亲生女儿不疼 去疼一个养女吧 可这种谎法 只要楚家出面 不就会立马被戳穿吗 甚至可能还会 教室里各色各样的神情都有 她们议论纷纷 猜测着这个事情的可能性 更多的人 是忧心忡忡 我如果是说谎 轻易就会被戳穿 她应该没有那么蠢才对 那也就是说 楚夜兰可能真的 她们抱了楚夜兰这么多年的大腿 甚至她们不少人还没少欺负我 就是为了逃楚夜兰开心 现在竟然说我的天哪 众人看楚夜兰的眼神瞬间就不一样了 原来她们竟然一直抱错了大腿 错把云目当明珠 教室里更多的人 则是吃瓜看热闹的态度 这可是大豪门里的惊天大瓜 不少人瞬间拿起手机 录下两人剑拔弩张的荧幕 甚至还有人直接打开直播 说不定她们还能因此火上一把 成为网红 一条楚家真小姐指责楚夜兰 是假小姐的消息 很快冲上热搜 打开了直播间里 因为有这个噱头 不少人都涌了进来 其中不乏一些豪门圈内的人 楚夜兰惊恶过后 看着那些对着她的手机 很快反应过来 她装出一副不可置信 又受伤的神情看着我 你说什么呀 想瞬间就倒向我 很快 网络上 一条虚荣同学污蔑楚家小姐 一图额前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 还附上两人的图片 网友们一时分不清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谁说的是假话 我都要被气笑了 这楚夜兰 真是欺负我欺负惯了 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 能够认我污蔑 不敢反抗 生怕楚家人不高兴 既然你这么说 不如我们报警吧 警察一查就知道 你是哪一年哪一天 从公文院里被楚家收养 楚夜兰的脸色一白 她的双拳紧紧握起 用力道直接发白 突然 她眼中灵光一闪 楚夜兰像是想到 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 不可思议的指着我 楚安宁 原来你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竟然还收买了警察 你真是够卑鄙的 这话一出 众人又炸了 楚安宁竟然敢收买警察 是不是也就是说 楚安宁现在就是 故意跟楚小姐起冲突 目的就是为了诱导楚小姐报警 让警察亮出假的证据 让楚小姐受众人黑意 报复楚小姐 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楚夜兰嘴角勾起 我得意的笑容 她只是说我收买了警察 可没有说 她收买了警察具体干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 这些愚蠢的同学造谣的 她这么说 正好还可以让楚家人猜测 前面他们看到的 那些监控视频 是不是我收买的 那警察做手脚 楚家人向来是个会脑补的 这种事 楚夜兰做起来很熟练 得意的她没有注意到 教室门口 正站着一道靓丽的身影 楚军年昨天在宿舍门口 等一上午都没有见到我的身影 电话又打不通 她今天是特意来教室里找我的 她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她想知道 楚夜兰真的打我了吗 爸妈看到的那些监控视频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没进入教室 她就听到了里面的争论声 这次 她没有急着进去帮楚夜兰 而是站在教室外面 静静听了一会 他们的对话 楚军年尽数收入耳中 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楚夜兰在说什么呀 她竟然在学校里 否认安宁是楚家小姐的身份 虽说爸妈确实对外宣称 小兰是楚家的亲生女儿 但从来没有说过 安宁不是她们的孩子 当时爸妈让安宁 不要在学校里说是楚家的孩子 是为了保护小兰 但这小兰 怎么在外人面前 主动否认安宁是楚家小姐的事实 这是谁给她的胆子 楚军年忍不了 她禁止走入教室 她的出现 令喧嚣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 楚夜兰在看到楚军年的一瞬间 心里顿时已紧 刚刚的话 她应该没听到吧 她应该是没听到的 要是她听到她和我起冲突 她一定会第一时间 冲进来维护她的 楚夜兰如是想着 悬着的心也放下来 还不等楚军年说话 楚夜兰连忙一个剑步 来到楚军年面前 她开心的道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楚军年的出现 又让教室里的众人炸开了锅 竟然是楚家的大少爷 楚是集团最年轻的总经理 楚军年 这可是他们这一辈的楷模 是他们父母口中典型的别人的孩子 只是她工作非常忙 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她接触 没想到 为了楚夜兰 她竟然亲自来了学校 看着众人仰慕惊叹的眼神 楚夜兰更得意了 她故意凑进了楚军年 轻易的道 大哥 你这么忙 怎么还有空特意来学校看我 说着 楚夜兰又假装坚强的道 大哥放心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了 我没事的 大哥不用担心我 果然 看着她那亲切熟人的样子 众人纷纷投来一阵羡慕的目光 与此同时 众人又如看好戏般的看向我 竟然还敢妄想碰死楚家千金小姐 现在人家楚家大少爷直接到现场了 看她又怎么打脸 所有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甚至还有人直接将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 三人 直播间里 一片嘲笑声 直播间里的人数暴涨 评论一直就没断过 说什么的都有 我不想理会这些无聊的人 静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拿出卷子 认真的刷题 两年时间太久了 我想要尽快毕业 早点脱离楚家 这些人的嘴脸 我一刻都不想看到 楚军年皱了皱眉 她淡淡看了楚夜兰一眼 没有像往常一样 立马对着楚夜兰嘘寒嫩暖 而是不着痕迹的后退了一步 沉浸在众人厄谕奉承中的楚夜兰 没有察觉到楚军年的异样 她像个骄傲的孔雀 接受着众人的奉承 还时不时假惺惺的和大家客气 谦虚几句 因为楚军年的出现 众人瞬间就将刚刚我的话忘到了脑后 他们一窝蜂的围在了两人身边 挤破头的想要在楚军年面前露一露脸 楚夜兰明显看出了楚军年眼里的不耐烦 她连忙一把挡在了楚军年面前 你们干什么 不要吓到大哥了 人群见死 只能再一次的讨好楚夜兰 希望她能给个可以接近楚军年的机会 这正是楚夜兰想要的 她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对她这次讨好八戒的样子 这会让她觉得 她自己就是好门里的小姐 就是真正有权有势的人 正嘻嘻嚷嚷吵闹时 另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她的出现 直接让怎么教室的人都沸腾了起来 桃川 竟然是桃川 第一校草桃川 她也来了 听说她还是楚小姐的未婚夫 楚家未来唯一的女婿 楚军年听着这些议论声 眉头桃川皱起 楚家唯一的女婿 而且他们还认为 这桃川是小兰的未婚夫 这桃川确实跟楚家定了娜娜亲 桃家不过是一个不大的小家族 十几年前 楚氏集团陷入危机 在时候 是桃家主动出手帮了楚家一把 爸爸感恩桃家大恩 这才将几个月大的 我与还未出生的桃川定了娜娜亲 这些年 因为我在家里不受待见 连带着桃川这位未婚夫 都被他们忽略了 但能够很确定的是 与桃川定亲的 是安宁 并非小兰 因为那时候 楚家还没有楚夜兰 楚家是在小叶八岁那年收养的她 楚家收养了小叶 楚家就有两位小姐了 他们怎么说 她是楚家唯一的女婿 楚家不存在唯一的女婿 楚夜兰看到众人惊叹的目光 转头发现了 站在门口的桃川 她的脸上瞬间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桃川 你怎么来了 她一边热络的打招呼 一边热情的迎上去 桃川看着满面笑容的楚夜兰 亲眼的小脸一红 对楚夜兰道 我听说大少爷来了 我来看看 楚夜兰跨过人群 熟练的拉起桃川的手 温柔的道 桃川 来 我带你见见我大哥 看着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 楚军年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 怎么回事 桃川明明是安宁的未婚夫 我都还在这呢 他们竟然如此亲密 楚军年转头看向我 只见我一直在认真的低头刷皮 我的眼里 只有桌上的诗卷 似乎这外界的一切分杂 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她身上 我一言不发 只有笔尖接触到纸张的刷刷声 做了这么久的训味 楚军年这么多年来 这还是第一次这样认真的看着我 我原来已经长这么大了 只是那脸颊太瘦了 这些年 我在楚家确实受了不少委屈的 楚夜兰带着陶川来到楚军年面前 楚夜兰满面笑容的向着楚军年介绍 大哥 这是我的男朋友 陶川 男朋友 楚军年皱眉 他看向陶川问 陶川 你是小兰的女朋友 陶川害羞的点了点头 大哥 我叫陶川 是楚小姐的未婚夫 爸爸跟您父亲订了娃娃亲 你还记得吗 楚军年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既然他知道他跟楚家小姐订了娃娃亲 那他应该知道跟他订娃娃亲的 到底是哪位小姐才会 楚夜兰认真地看着楚军年 道 大哥 我喜欢陶川 等我闭蓝了 我要嫁给他 听到楚夜兰坚定的承诺 陶川的脸色更红了 楚夜兰的话 瞬间让教室里响起了一大片的尖叫声 这是求婚现场吗 我竟然见证了楚小姐的求婚现场 天哪 真是狼才女猫啊 这对CP 我刻定了 一个豪门小姐 一个清冷校草 真是绝配啊 我愿称之为这是世界上最搭的一对 陶男神真是太帅了 楚小姐真是好福气 看着两人紧紧牵在一起的手 楚军年心里不知不觉浮起了一火厌恶 楚军年皱眉问向陶川 你不知道和你定亲的人是谁吗 陶川脸上害羞的神情一致 他有些惊恶的抬头看向楚军年 这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他当然知道和他定亲的人是谁了 可楚小姐不是说 他才是楚家最疼爱的小姐吗 这些年 他观察到的也确实是这样 他问过了 当时他们定完爱亲的时候 说的是他和楚家小姐定亲 并没有特意指定是哪个小姐 楚家那么疼爱小兰 只要小兰说他喜欢他 楚家定然就会将定亲人选改成小兰的 可如今 大哥怎么这么问 楚夜兰也被楚军年突然的问话惊到了 他刚刚特意跟大哥说 他喜欢陶川 以后要嫁给他 就是为了让楚家将定亲人选改成他 看了看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楚夜兰连忙抢先道 大哥 我和陶川是真心相爱的 楚夜兰的暗示很明显 他的意思就是 他喜欢陶川 要把和陶川定亲的人换成他 然而 楚军年这一次却没有立即签就附和他 他继续向着陶川道 陶川 你应当知道 和你定亲的是楚家小姐 楚安宁 你如今却成了安宁的妹妹小兰的男朋友 你有将我们楚家的脸面放在眼里吗 还有你 小兰 楚军年转向楚夜兰 声音已然带了些许冷意 安宁是堂堂正正的楚家小姐 是妈妈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是我的妹妹 是你的姐姐 什么时候变成群酸鬼了 楚军年说到后面 语气不由地带上了浓浓的怒火 虽然他之前确实看不上我 但我是他的亲生妹妹 是楚家的小姐 这是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他看不上我是一回事 但他容不得我在学校受欺负 这不仅是打他的脸 更是打楚家的脸 这也是他得知我被霸凌后 坚持要来找我问清楚的原因 楚军年看着一脸惊恶的楚夜兰 接着道 小兰 你再没有经过安宁同意的情况下 你就将你姐姐的未婚夫占给己有 你觉得合适吗 楚军年话落 教室里里外外是死一般的寂静 人们呆愣愣的看着他们 他 他刚刚说什么 他说 我是楚家的千金小姐 第一校草桃川也是我的未婚夫 那 楚夜兰 他 他真的是楚家抱养来的孩子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短暂的寂静过后 众人都沸腾了 一直以来 楚夜兰都是以楚家唯一的小姐自居 以第一校草桃川的未婚夫自居 因为这两重身份 他在学校里从来都是目中无人 可现在告诉他们 他竟然是假的 杭门唯一的小姐是假的 第一校草未婚夫的身份也是假的 在学校里 我和楚夜兰完全是两个极端 楚夜兰是整个学校最有钱的小姐 我是整个学校最穷的穷酸鬼 他们以前没少草打压我 现在告诉他们 他们真的抱错大腿了 楚夜兰和桃川完全被楚军年的话惊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这个态度 他不是一向最疼爱他的吗 他怎么会 怎么会突然帮着那件人说话了 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让他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学校这个班级里立足 直播间里早已经炸开了锅 各种消息疯狂上涌 人数也在急剧飙升 天哪 那个瘦弱的女孩真的是楚家小姐 那刚刚 刚刚楚夜兰还说她是冒充的呢 天哪 我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了 杨女与真小姐之间的对决 杨女想要霸占真小姐在楚家的地位 看样子似的 我的天哪 电视剧里的争斗在现实中上演 我已经准备好了瓜子 楼下有小板凳吗 那楚夜兰是真不要脸的 自己一个杨女 到底是谁给她的勇气 在外人面前说 真小姐是想要额她钱的穷酸鬼 她是不是没有白白证自己的身份 可这么多年了 我们确实都没有听说过楚家 还有楚安宁这个真小姐啊 是啊 楚安宁能够在学校里被欺负成这样 说来更多的是楚家的默许吧 这楚家也是真够奇葩的 竟然能够任由杨女 欺负自己的亲生女儿 楚家 一家人刚刚吃完早餐 正准备出门 楚若涵拿出手机 瞬间被弹出来的那条热搜吸引 她下意识点开 是小兰学校的直播间 看着弹幕上一片霸小兰的声音 楚若涵惊讶地瞪大眼睛 她无意识地惊呼 他们在干什么 怎么了 楚西越凑见了楚若涵 看向她手机里的屏幕 当看到屏幕上的内容时 楚西越不由得紧跟着惊呼了一声 楚中远皱眉 紧致性格跳脱 但韩州的性格是还算稳重的 怎么今天这么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新闻吗 楚韩州连忙将手机屏幕 转向了楚中远和梅如雪 你们看 直播间的画链 瞬间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连带着那些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怎么会这样 他们在干什么 楚中远大怒 他们怎么这么对小兰 小兰到底哪里得罪他们了 梅如雪霜眸瞬间红了 也不知道是气的 还是踢楚夜兰委屈的 楚景之当即就拿出手机 加入了那个直播间 她手指翻飞 立即就开始回队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闲得没事干 干嘛要针对她 在你们眼里楚家是这么好惹的吗 大家无怨无仇的 你们口中几点得吧 小兴到了阴间言望都不收 楚景之的言论一出现 立即就引起了众网友们猛烈的反响 楼上的是新加入进来的吧 要是不了解事情始末 建议看看直播回放 谢谢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 就在这乱说 为之全貌 不与之平 这个道理都不懂 楼上不会是楚夜兰的舔狗吧 这么为这个人渣说话 人渣 看到人渣这两个字 楚景之瞬间火冒三丈 你们说谁人渣 她是一个那么温顺乖巧的小女孩 你们怎么忍心这样对她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楚景之手指不停 几乎要挥出残影 你们知道你们维护的那个人是谁吗 她满口谎言 也就你们这些傻子会信他们的鬼话 楚景之明显极了 她甚至开始口不择言 楚景之并没有看过楚景之 只以为是我在学校里欺负小叶 看到她这番无脑维护的话 直播间的众人瞬间炸了 就连楚家其他人看到了这番话 眉头都皱了皱 在外人面前 这般贬低自家人 这只是在丢楚家的脸 楚家人没有立即指责她 但直播间的人可不会轻易放过她 这人到底是谁啊 温顺乖巧 你说的是楚燕兰吗 你确定她温顺乖巧 不知道事情始末的能不能麻烦 去看看直播回放 满口谎言 到底是谁满口谎言 满口谎言 这几个字形容楚燕兰 简直不要太合适 就是明明楚安宁是楚家的千金小姐 她竟然说人家真千金是个穷酸鬼 故意冒充楚家小姐 想要额浅 幸好楚家大小姐来了 不然我们都要被她骗了 大庭广众之下 一个洋女 竟然敢公然否认楚家真正的小姐身份 简直是太多无耻 连姐姐的未婚夫都抢得这么理所当然 她还真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我看那男的也不像是什么好人 竟然公然跟未婚妻的妹妹搞到一起 看到这番话 楚家众人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他们说的话他们怎么听不懂 什么洋女否认楚家真千金的身份 他们小叶怎么会这么做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让我不要在学校提起楚家千金的身份 免得小叶自卑 但当众否认 这个性质可不一样 他们终于从这中间听出了些许不寻常的味道 楚寒舟连忙点开直播回放 这个直播间有实时记录直播的功能 也幸好有这个功能 他才能看到直播回放 楚家众人凭住呼吸 紧紧盯着桌上的手机那小小的屏幕 刚刚在教室里发生过的一幕幕瞬间出现在了屏幕面前 当看到我当众说小叶是楚家领养的养女 楚家众人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他们让我不要在学校里说我楚家小姐的身份 就是为了保护小叶 让她不要自卑 可我在做什么 我竟然直接当众说小叶是楚家的养女 正气愤时 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事情出现了 小叶 小叶竟然说 安宁是穷酸鬼 是为了额钱 为了虚荣心 才说自己是楚家小姐的 楚家众人对视了一眼 这 刚刚小叶那副样子 跟他们所认识的小叶简直判若两人 要不是知道这是直播 楚家人简直是不敢相信 楚中远和梅如雪不禁又想起了 他们在警察局看到的监控视频 难道小叶 在学校真的欺负我 跳转回直播间 有热心的网友 已经扒了楚景之的后台 直播间一片沸腾 原来竟然是楚家的三小姐 楚安宁的哥哥 亲哥哥这样贬低自己的亲妹妹 这是有多大的仇啊 平生紧见 平生紧见 为了领养的妹妹 贬低自己的亲妹妹 这怎么看怎么不正常啊 他脑子没有毛病吧 楚夜兰在学校里的事迹 我早就听说了 他嚣张跋扈 仗着自己楚家小姐的身份 没少欺负人 他竟然说他温顺乖巧 难道楚夜兰还有两副面孔呢 将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 有可能呀 不然楚安宁一个楚家真正的小姐 怎么会落得这么艰难寒酸的下场 楚军年没有看手机 他不知道直播间发生了什么 我仍旧在刷着我的卷子 任楚军年来到我身边 我头也没看 打开直播的人见到两人的互动 瞬间将镜头对准了两人 这种大型吃瓜现场 让他的账号粉丝暴涨 楚军年深吸了一口气 放软了声音道 安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等了你一上午 他们只知道楚家疼爱楚夜兰 过分的疼爱 就是刚刚他们知道了 楚家真正的小姐是我 他们也不认为 我有多受楚家的疼爱 毕竟我一直以来的寒酸 是有目共睹的 我平时吃饭 连个菜都守不得家 楚家那么大的豪门是家 能把家里的小姐剥成这样 所以见得我是有多么的不受宠 可现在 楚家大少爷这么忙 这么优秀的人 竟然说他昨天在他宿舍门口 等了一上午 要知道 他们家里已经进入公司的人 想要约见一下这位楚大少爷 都是很难很难的 而我不仅让他在那空等 竟然还不接他的电话 这跟他们想象的怎么不一样 楚大少爷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在我的宿舍门口等一上午 那是不是说明 在他心里 我很重要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但我没打算搭理他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无畏的人身上 楚君年诧异的看着我 昨天我一次又一次的挂他的电话 今天竟然还对他视若无睹 根本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楚君年明显感觉到 我变了 变得不一样了 自从星期六那天 我提出想要一个生日蛋糕之后 我就开始变了 楚君年也没有生气 他继续道 安宁 你出来一下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家丑不可外养 这里毕竟人多眼杂 还有那么多手机对着我们 小叶刚刚那番作为 已经够丢楚家的脸了 眼见着楚君年没有罢休的意思 我终于停下了笔 抬起了头 我微皱着眉头看着楚君年 楚大少爷 事情真相相信你也了解过了 你竟然不相信我 还来问我做什么 我说了你就会信吗 自从收养了楚夜兰后 自己说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相信我 楚君年一正 我叫他楚大少爷 我不叫他大哥了 我怎么 不过仔细想想 好像以前确实是 全家人都没有相信过我的话 我不耐烦得到 我们要上课了 你没事的话 不要再打扰我们了 自习时间要结束了 前世我没有好好听课 这一事 我不能再那样浪费时间 楚君年脸上一阵尴尬 当着众人的面 被不受宠的妹妹感 这让他面子上点挂不住 这些事情发生了太快 陶川先反应了过来 他拉了拉楚夜兰的衣袖 楚夜兰一直在观察着 他们两人 见到这个机会 他连忙三两步 来到楚君年身边 他皱着眉头 谴责我 安宁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跟大哥说话 大哥是一片好心 想要关心你 你就算是不喜欢大哥 也不能让大哥 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吧 我皱了皱眉 又是这种茶言茶语 道德绑架 我虽然确实是不喜欢 楚家所有人 包括楚君年 但他这么当众说出来 性质显然又变了 楚夜兰心中暗笑 就算是我的身份 暴露了又怎样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样能够让我 成为重视之地 楚家被承认的小姐 只能是他 楚夜兰 我放下了手中的笔 认真的看着楚夜兰道 你说的对 我是不喜欢你们 但想要让他丢人的 是你吧 这话一出 楚夜兰和楚君年 都愣住了 我竟然当众说 我确实不喜欢大哥 没想到我不按套路出牌 楚夜兰瞬间急了 我什么时候 想让大哥出丑了 他可是我最尊敬的大哥呀 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他出丑 呵呵 我都要被他逗笑了 最尊敬的大哥 那当然了 楚夜兰满脸骄傲 还偷偷地看了楚君年一眼 既然你那么尊敬他 为什么又要故意 在这么多人面前 将他丢脸的事实说出来 让他更加丢脸 我毫不客气回怼 这楚夜兰 还想像以前那样 把这些所谓的道德错误我呢 我早就不要什么道德了 心情 我也不稀罕 我不是 我没有楚夜兰想要解释什么 但众人谴责的目光 已经看了过来 包括楚君年 他们早就察觉到了 楚夜兰的话不对劲 只不过他们也没有想到 平时很清纯的一个女孩 会搞那一套茶言茶语 经过我这番直白的话 他们也终于见察成功 我对他们的骚扰烦不胜烦 实际浪费在这些事情上 简直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不尊重 正僵持之际 门口出现了一道胖胖的身影 都让让 都让让 李校长胖胖的身躯 挤开教室门口 密密麻麻的人群 来到我身边 他看了看我 问 你就是楚安宁吗 我疑惑地转头看他 我没见过他 但还是硬了声 是的 李校长点了点头 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放软了些 我是新来的校长 我姓李 你别怕 你既然在我们学校上学 我和老师们就会保护你 听到这话 我有些诧异 新来的校长 杨局长的速度是真的快呀 之前我被霸凌 报警后杨局长只说 他会将这个事反馈到教育局 但没想到 仅仅是过了两天 新校长就已经到任了 以前那个校长 落落无为 他不是不知道我被霸凌的事情 但碍于楚家的势力 他从来都不敢吭声 这个李校长 看起来倒是不错 李校长说着 他又转向了楚军年 他胖胖的脸上透着严肃 楚先生 这里是学校 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海洋 还请你不要打扰他们学习 楚军年也很是诧异 这个学校的校长间话了 是因为我吗 难道 小叶欺负我的事是事实 不然怎么会这么快 就将校长都撤职了 要知道 前校长已经在这个学校 任职了许久了 他在这里上学的时候 另一校长就在 因为他楚家大少爷的身份 他在这个学校里 还收到了不少的优待 楚军年不由得 在心里多了几层猜测 他也知道自己 不应该在这过多打扰 他扬起一次笑容 抱歉 李校长 我这就离开 楚燕兰焦急的 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楚军年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临走前 楚军年压低了声音对我道 晚上我再来找你 我没理他 楚军年只能尴尬离开 楚军年走后 李校长立即对着那些 仍旧高高举起的手机 呵斥 你们都干什么 这里是学校 是学习知识的地方 不是你们的直播间 同学们信心收了手机 围在教室外面的人 也瞬间做鸟兽赛 逃川也不敢多留 连忙出了教室 这时 上课领响了 一个白色身影 踩着上课铃声进了教室 静止走向讲台 这人他们没有见过 但他身上的严肃儒雅的气质 却让人不由的心生敬畏 李校长趁机走上讲台 为众人介绍 同学们好 我是本校新来的校长 我姓李 你们可以教我李校长 双手向下压了压 后介绍起了 站在一旁含笑 看着他们的白衣女子 这位是你们新来的班主任严隆 你们可以称他为严老师 话音刚落 众人的掌声空前激烈 他们唤新班主任了 他们以前的那个班主任 就是个古板的老头 眼睛里不仅只有成绩 还是个十足的势力眼 昨天他们就有听说 那个老头被学校割除了职位 终身剥夺教师资格 想来就是因为我长期被霸凌的事 他明明知道我被长期霸凌 却因为想要讨好楚夜兰 对楚夜兰的霸凌不管不顾 听说就连养老金都被取消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大家还觉得挺解气的 以前的老头 可没少音乐班里的人家 也不过富有歧视他们 严老师约莫三十来岁 保养较好的面容透过严肃 一头金丝高高竖在脑后 显得干净利落 一副金丝眼镜架 在高挺小巧的鼻梁上 红唇不点珠 严老师感受到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脸上也多了许多笑容 让他严肃的脸上多了一丝和蔼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觉得这严老师总是看自己 眼神充满了探究 同学们好 以后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争取每个人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度过一个美好的高中时光 严老师清脆的声音 比原来那个老头不知道要用耳多少 满是愉悦间 只有楚夜兰的眼神 说不出的音译 他恨恨地盯着我 脸里闪过一抹绿色 楚安宁 迟早有一天 要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这一个早上 他的脸都被丢尽了 那个直播间他刚刚偷偷看了 整个豪门圈都在指责他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趁着课间时 我将自己卡里的所有钱 都用来买了昨天看的那只股 不出意外的话 过了明天 我的余额就能翻几十倍 奇怪的是 楚夜兰今天竟然出奇的安静 没有找我麻烦 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讽刺嘲笑我 到了最后一节课下课后 楚夜兰突然来到我面前 他一改往内的轻蔑不屑 他微笑地看着我道 姐姐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爸爸在天赋酒店 已经订好了宴会厅 明天晚上 你一定要来啊 我挑了挑眉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 前世 楚中远给楚夜兰 订了南城最好的酒店半生宴宴 被收的楚夜兰 一反常态地邀请我前往参加 我欣喜若狂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得见天日了 终于可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了 只要豪门圈里的人都知道了 我是楚家小姐的身份 那我就不用在学校里藏你掖着了 可以堂堂正正地去上学 学校里也不会有人在敢霸凌欺负我 楚夜兰也会因为众人的目光有所收敛 可我没有礼服 我只有几件穿了几年的破旧衣服 正发愁时 楚夜兰突然来我的房间 送一套价值不菲的礼服给我 那裙子很漂亮 用料非常好 是知名设计师设计的 我一穿上就适合地脱下来了 楚夜兰说 那是她送给我的 就当是补了前几天我生日的生日礼物 我虽然疑惑 但我太想要在众人面前弄面 太想要摆脱被霸凌的日子 到了第二天 楚夜兰的生日宴上 我正要登台和楚家众人一起合影时 楚夜兰却突然一脸伤心失望地 指责我偷了她的衣服 我至今又还记得 那天 楚家父母和三个哥哥的脸色黑到了谷底 他们直接取消了我合影的资格 并且直接在外人面前 将我赶了出去 说 我不是她们的女儿 因为他们觉得 有个做贼的女儿 太丢人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听 他们只顾着安慰故作伤心的楚夜兰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 原来 楚夜兰是觉得 我们长大了 我的身份迟早会被外人所知 所以 她就在人最多的时候 将我的脸面彻底踩在脚底下碾碎 这样 就算以后我的身份被暴露 这件事情也会成为我身上永远的摸不去的污点 想着前世的是 我深吸了口气 我突然仰起了一抹微笑 应道 好 明天晚上 我一定准时到场 得到我肯定的答案 楚夜兰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那就 一言为定 对了 楚夜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应该没有像样的礼服吧 呵呵 我在心里冷笑 看来 就算是重生了 事情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但楚夜兰的这些拙劣的手段想法 还是没有变 我故作失落的道 没有 别说礼服了 我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呢 楚夜兰脸上的笑容简直要压不住 我的礼服有很多 明天 我给你送个套过来 楚夜兰止不住的得意 杨女又怎样 真小姐又怎样 我们两人在楚家的待遇 根本就不是能比的 从小到大 她的衣柜里就有各种各样名贵的衣服 多到根本穿不过来 我作为楚家亲生的小姐 竟然连见礼服都没有 在楚家人心里 更是一文不值 因为从小被楚家人忽视 就连各种礼仪我都没有学过 我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粗比穷酸的泥腿子 除了这种身份外 我拿什么跟她比 等到明天之后 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怎样的小偷 到时 今天的这出闹剧也会很快被掩盖过去 说不定别人还会认为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呢 毕竟我是个连衣服都会偷的人 我看着她那得意的神情 突然想逗逗她 你有这么好心 给我送衣服 楚夜兰脸上的神情一致 好一会后 她才有些不自然的道 今天 所有人都知道了你是楚家人吗 我可不想你对楚家丢脸 泽泽 这个话说的 就好像 她楚夜兰才是楚家真正的小姐 而我 就好像是楚家随便的一个吓人般 我笑笑 随意的道 那就 谢谢我的好妹妹了 晚上 我刚吃完饭回了宿舍 楚军年就来了 楚军年穿着一席修身职业西装 站在宿舍门口 皱眉打亮着屋内的情况 这就是你的宿舍 怎么什么都没有 宿舍里空荡荡的 除了一张床外 就只有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一台电脑 和一个简单的衣柜 角落里还有一个简单的小沙发 以前她在这里还上学的时候 也是去过住校的同学宿舍里的 里面的装潢是非常精致的 各种家电用具应有尽有 面积也比这间宿舍大了许多 我住的这个也是单人宿舍 怎么会差这么远 总比在楚家住的好 我实话实说道 楚军年一夜 确实这里虽然也简陋 但比起我在楚家住的 那个狭小的杂物间 确实要好上许多 找我什么事 快说吧 我还要学习 我不耐烦道 看着我这个态度 楚军年下意识心里一阵不舒服 但想想 自己一直以来 确实亏欠了我许多 楚军年也不多圈子 开门见山道 安宁 你在学校里真的被小叶欺负了吗 我挑眉 楚大少爷这是在关心我吗 楚军年皱眉 我是你的大哥 你不要一口一口 楚大少爷的叫我 呵呵 我冷笑 你不是说过 没有我这样的妹妹 让我不要喊你大哥吗 我也没让他进来 自顾自得靠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与往常截然不同的我 楚军年的一双袖眉紧紧皱起 安宁 你怎么 突然就变了 楚军年终究还是论了出来 变了 我终于看向了他 变成什么样了 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 任由楚夜兰冤枉欺凌 任由你们诋毁辱骂了 楚军年被赌的又是一叶 许久后 楚军年再次问道 安宁 小叶在学校里真的欺负你了吗 爸妈说他们看了监控 可小叶说 你收买了警察 呵 我吃笑 我一个没权没事 连饭都吃不饱的人 楚大小姐觉得 我拿什么来收买警察 说着 我突然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露出身上冲目惊心的疤痕 楚军年倒吸了一口冷气 震惊的说不出话 天啊 怎么 怎么会我走进了楚军年 盯着他的双眼 一字一句道 大哥 我最后一次教你大哥 你好好看清楚 我身上的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伤疤 是楚家自从收养了楚叶兰后 他一点一点夹在我身上的 楚军年的双眼已经饮满了泪水 他的双手不自觉的发抖 怎么会 我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伤疤 那些伤口 心就不一 有大有小 密密麻麻 我的身上到处都是这种伤口 他抬头 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不管这是不是小叶做的 这么多伤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笑得更肆虐了 我没有告诉你们呢 从小到大 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 可你们相信过我吗 可小叶说 你是在学校里和别人打架 和谁打架 我直接打断他 我在学校里和谁打过架 但凡你们随便去学校查查 你们就能够查得出来 可你们查过吗 你们只相信楚叶兰那个绿茶 只要他随便装装可怜 他说什么你们都信 你们根本就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放在心里当成自家人过 说到后面 我几乎是怒吼出来的 虽然早就在心里告诉过自己 他们不值得 这些所谓的亲情 我不稀罕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亲生哥哥 当真正面对时 我还是控制不住的委屈愤怒 楚军年正正的望着我 他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这些 小叶身体不好 每次都是我惹得小叶生病入院 他们确实对我评价很大 他们也一直认为 我就是个交不听管不住的眼孩子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是被冤枉的 楚军年眼里的泪水止不住的落了下来 对不起 安宁 对不起 都是我们的疏忽 才会让你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一声对不起 我幻想了无数无数遍 我等了太久太久 久到 我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久到 我彻底心死 楚军年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抓着我的手 问 安宁 你 你受了这么多的伤 哪来的钱去医院 自从收养了小叶后 他们就没有再给过我零花钱 去医院是要钱的 我的身上这么多伤口 光是治疗就是一大笔费用 虽然这点钱对他们不算什么 但对于完全没有家里支持的我 那可就是一大笔高昂的费用 我收养了情绪 我淡淡的甩开他的手 捡起地上银子穿上 去什么医院 我哪有钱去医院 自己随便包扎一下就行了 我说的是实话 去医院的花费可不少 我从小被霸凌 刚开始还有钱去医院包扎一下 后来钱花光了 就只能自己随便包扎了事 这也是我的这些伤口 都留下了疤痕的原因 有些在后背上包扎不到的地方 我就只能拿不条随便一果 听到这话 楚军年眼里的泪水流得更凶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自己随便包扎一下 我自己没有药 没有干净的医疗用具 怎么包扎 而且我说 自从收养了小夜后 我就被霸凌 也就是说 小的时候 我才八九岁 八九岁的女孩子 有许多都还在自己妈妈怀里撒娇 我就要自己包扎这些密密麻麻的伤口 楚军年不敢想象 我在被霸凌时 跟家里人说 家里人不相信我时 用自己的小手包扎伤口时 该是多么的伤心绝望 楚军年气不成声 他的心脏就像被一只手揪住一样疼 他只能捂着心口 一遍遍地对我说 安宁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我自顾自地坐回沙发上 喝了口水润润嗓子 对楚军年的哭泣道歉 视若无睹 这声道歉 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可现在 我不需要了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心情也是一样 我单单道 楚大少爷 你想问的话已经问完了吧 没什么事的话 还请你不要再打扰我 楚军年一正 我叫他 楚大少爷 我不认他了 楚军年哽咽着 安宁 楚军年被吓得直直往后退 这才显显的没有被磕到鼻子 安宁 安宁 楚军年拍打着门 我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想再和我说说话 安慰我 我不耐烦的道 别逼我叫保安来 楚军年拍打门的手一顿 安宁 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我是大哥呀 楚军年的声音里透着伤心和绝望 可回应他的 只有沉默 我已经拿出了书 进入疯狂学习状态 我有着前世的记忆 心智已经成熟 对各种知识的理解能力 要比正常的16岁孩子强太多 学习起来会容易很多 再加上 这些东西前世 我已经学过一遍了 现在只是对前世落下的东西进行补充 楚军年没办法 只能转身离去 楚家 楚军年刚回到楚家 就看到了正在和众人哭泣的楚夜兰 楚夜兰红着眼眶 她微低着头满脸歉旧的道 对不起 爸爸妈妈 二哥 三哥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太害怕失去你们了 才会在学校里口不择言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楚中元冷的一张脸 努力不去看楚夜兰的委屈的样子 小夜 我知道你没有安全感 但安宁是我楚中元的女儿 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不能在学校里和着外人来欺负她 你这让我们楚家的脸面往哪放 听到她略微带着斥责的话 众人下意识的都想要开口替楚夜兰求情 但一想到今天看到的直播 想到楚夜兰说 我是想要额钱的穷酸鬼的微服表情 众人又沉默了 楚军年站在门口转角处 眼里带着说不出的冷意 我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 她还历历在目 她没有立即冲上去指责楚夜兰 她倒想看看 楚夜兰又会怎么说 楚夜兰暗中握紧了拳头 爸爸竟然因为我责骂她 楚夜兰忍下心里的愤怒 她眼眶里迎着的泪水瞬间落了下来 咚的一声 楚夜兰竟然直直地跪在了地上 爸爸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该害怕失去你们 是我不该没有安全感 我 我这就走 你们去把哥哥接回来吧 只要我走了 哥哥肯定就会回来的 说着 楚夜兰竟然直接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只是 刚没走两步 她突然就捂着自己的心口 痛苦地蜷缩起了自己的身体 这可把众人都吓坏了 楚军年下意识拳头一紧 差点忍不住冲上去扶住她 但转念又想到我身上的那些伤 楚军年忍住了 楚军年能忍得住 楚家其他人可忍不住 楚中援也顾不得责备她了 连忙一个箭步就冲到了楚夜兰身边 眼疾手快地扶住她 小夜 小夜 楚中援慌了 对呀 没有人说要你走啊 眉如雪急的眼泪瞬间在眼眶里打转 是啊 小夜 你千万不要着急 都是那楚安宁先故意激怒你 才会让你说出不对的话的 你放心 我们都不怪你了 楚景之一边给楚夜兰顺气 一边焦急地道 听到这话 众人虽然有些不赞同 但谁也没有开口反驳 楚中援连忙高声道 司机 司机 快 送医院 听到这话 楚夜兰连忙按住了楚中援的手 她艰难地摇了摇头 爸爸 不要 我不要去医院 小夜听话 你生病了 我们要去医院才会好 楚中援哪里还过得上什么楚安宁 她放软了声音 柔声安慰道 楚夜兰抬起泪眼汪汪的脸 哀求道 别 爸爸 我不想去医院 医院里冷冰冰的 我不想去 我睡一觉就好了 真的 你相信我 明天就是她的生日宴了 她现在怎么能去医院 要是那些拥医让她住院怎么办 见到楚夜兰这个样子 梅如雪早就心疼得不得了了 毕竟是疼爱了那么久的孩子 就算是犯错了 她哪里舍得真的责怪她 她一把抱住楚夜兰 声音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温柔 小夜别怕 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楚夜兰的脸埋在梅如雪怀里 她的嘴角 缓缓勾起了一抹笑容 楚家众人都半跪在她面前 看不到她的这抹笑容 但楚军年那个角度 却刚好能够清楚地看到 楚军年倒吸一口冷气 楚夜兰露出的那抹笑容 得意中透着邪恶 哪里还有半点人窝痛苦的样子 她竟然是装的 楚夜兰抬起了头 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种笑容 也没有了痛苦的神色 爸爸 妈妈 我已经好了很多了 刚刚就是心口突然痛了一下 现在没事了 真的不用去医院 见到楚夜兰的神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楚家众人这才放下了心来 好 都听你的 梅如雪怜爱的轻轻帮楚夜兰擦去眼泪 眼里的紧张心疼一览无疑 楚军年看着楚夜兰那纯熟精湛的演技 这才直观地感受到 她到底有多么可怕 楚军年仔细回想 在收养楚夜兰之前 我虽然偶尔也调皮 但从来都不会主动在外惹事 更加不会仗着自己豪门小姐的身份 在外面仗势欺人 甚至对需要帮助的人 我还非常有善良 总是会主动去帮助别人 就是从收养了楚夜兰之后 我才开始打架受伤 小夜说 是我仗着自己的身份 在学校里到处挑衅欺负别人 这才会被别人打伤 这也是一直以来家里 不让我在外面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之一